于4日举办的电竞界年度盛世 2023星光电竞大赏 因主办方邀请Twice颁奖给统神 让后者愤而上台破口大骂 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事后Twice在直播时 对粉丝、观众、主办单位及协办单位道歉 他坦言统神说的没错 自己的确犯过错 对于出席活动仪式是他没有考虑清楚 接着Twice直言 自己就是电竞圈的老鼠 对这个圈子只有负面影响 不配跟电竞扯上关系 因此宣布退出电竞圈 随后他拿出了2012年获得的 英雄联盟世界大赛的冠军戒指 由于在3后终于下定决心 用铁锤猛敲几次破坏了戒指 他表示会用这个戒指提醒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随后还播放了佛经 让直播间里的6万多人陪着他一起听 对此不少网友感叹直呼 我的青春 中路野兽 本来只想看笑话 但看到这样还是很难过啊 词ольноisti 你 LG G对 正热 minimum 由于火挥度 正不安 怎么看idad 然就是坐牢 如果由爆童 레�衡 sno 宑 这 Ul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